Hello 大家好 又是薩姐 因為薩姐比較忙 所以比較懶拍片 我想大家都知道連結 所以開始比較忙 你們是否想說是3月31日 不是 薩姐正在忙的不是3月31日 你們經常搞錯了一件事 3月31日以為一定是連結的日子 不是的 首先4月31日至3月31日 是政府的財政年度 不一定是私人公司要跟的 為何很多私人公司都會跟呢 就是方便 如果政府的財政年度 我報稅是4月31日至3月31日 如果我的財政年度跟政府一樣 我只要把數字入對的話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員工的報稅 直接填那份報稅表 你明不明白 那我就不用煩了 但如果我的財政年度是1至12月的 那我就必須要剪回4月至12月 然後剪下一年到1月至3月那份人工 然後填報稅表 所以為何香港大部分公司都會說 財政年度是3月31日 就是因為跟政府方便做 而美國公司呢 通常是1至12月的 那就跟回美國的 方便去美國那邊 就是這樣 所以就不要說 欸 財政年度一定是3月31日 不是的 不要這樣跟別人說 那只是顯得你無知 你就算選6月30日都可以 5月21日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那怎樣 為何現在傻姐會在忙呢 我現在是在趕12月 那3月為何不趕呢 你現在都5月了 是因為這樣的 做核數的時候 它是除了你的連結 如果我是12月的話 我是12月西日 再加多3個月的 subsequent 即是1、2、3月 你基本上都要做給它 那當然啦 那3個月就是給評判檢查看的 就看看你會不會 就是有些人就很固惑的 把數目在前一年 然後就白做到4 之後後一年就釋放出來 但這個就不行的 因為auditor是多3個月的 除非你捱到3個月 那不行的 因為能夠調查到的 那所以呢 就是為何說 你不是只賣12月就12月 你要做多3個月 那當然啦 如果你這間公司又不是大的話 如果有時傻姐都會做不切 有時機客做不切 跟auditor又熟 我就會跟他這樣說 A.R.A.P.我先拆掉給你 總之你看來看去都看A.R.A.P.的 或者看賣賣 即是其他一些 你基本上 你基本上看上一年的A.R.A.P. 什麼時候結束 即是我 給你一個結束 跟班 給你 你就放過我 其他費用不用先進去 那通常都OK的 那這個就真的 那這個就真的 那這個就跟你很熟 而且你家公司不是大 你才可以這樣走這些所謂法律 那如果一般大公司 或者正規公司都是不行的 都是要12個月 再加多3個月的 那所以現在為什麼 是馬國的開始忙呢 就是賣12月 那還有1、2、3月 那3月的客戶都沒有做完 那做完 那1、2、3月現在才給到來的話 那我就現在開始忙 那另外就有些就是 3月的 不是3月31號 那你就變相 再加3月 6月 那其實客戶都沒有來齊 那我們當然不看著 那另外一個東西 很多時候都說 咦 掃水谷 11月15 不是 11月15 代替 或者8月15代替 那其實是 除了12月31號 和3月31號 政府有規定的特別日子之外 其他日子的連結 你就是把連結日子加7個月 那就是你上水谷的日子 那你也搞清楚 不是你給auditor的日子 是你上水谷的日子 那所以 你是要預算時間 那個auditor做事 就是 你知道 別人不只是服務你一個 你給到他 他都要做的 那有時候 你不肯給他 你要他下來幫你做的 他又要安排人手 所以你要預算鬆一點點 如果好像說 尤其是3月31號連結那些 那些 是大家 大部分香港市場的 有限公司 大部分 3月31日 那大家都搶到auditor 你越遲 你就越搶不到 或者是越貴 因為他越忙 如果你自己是3月31號的年結 你6月就已經可以自己賣完 你7月頭左右就可以給到 你相對的收費是會便宜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那時候有空 比較有空 就不會收到你貴 但你越挨近9月10月 你逼他趕工的時候 那你就會跪的了 而且你要記住 auditor核數完之後 不是就這樣就算的 他還要給你老闆看 看過之後 談完之後沒問題 你老闆簽名 然後回到auditor簽名 然後才能上水局 所以你這些簽名 你也要因時間 萬一你老闆要簽名 他不在香港 你就要清理他 沒錯 是清理他 你不要說他先回來 老闆不在香港 我可以等他回來才簽 如果趕工的時候是沒有的 我試過最趕工的時候 老闆真的 其實在電郵裡看完 OK的 但最趕工的時候 是直接 那個CPA跟他講了 OK 那CPA先簽了 然後拿他給 應該理論上是老闆先簽了 然後就拿他地址 叫OA拿他地址 給老闆簽完 簽齊了 直接上水局 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在年結的時候 預留多一點時間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年結一定是三月三日 這是很無知的說法 總之年結是幾時都可以 只是大家方便 好了 今次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就按LIKE和訂閱 OK 拜拜